世界这么大,各国城市都有不同的风光美景 无论是历史古迹或摩登现代 都能带给旅人们不同的感受 你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为你带来了全球最美最迷人的十个旅游城市 现在请你和我们来一趟眼睛的旅行 体会这世界的美丽吧 京都位于日本西部 属于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 大阪都市圈的重要城市 到公元1868年东京殿都为止 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 长年的历史积淀 使得京都市拥有相当丰富的历史遗迹 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镇之一 古都京都是根据历来王朝文化中 盛行的日本式唯美一时所构建的 以神社、佛格等历史建筑物 庭院、绘画、传统活动、京都料理为代表 被称为千年古都 京都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情 是日本人心灵的故乡 也是日本最美的城市 是日本花道、茶道的繁盛之地 被称为真正的日本 卢塞恩又以刘森 位于瑞士中部 号称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也是最受瑞士人喜爱的瑞士度假地 刘森为历史文化名城 艺术家们在此得到了不敬的灵感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作家在此居住和写作 大宗马说 卢塞恩是世界上最美的半壳中的珍珠 卢塞恩被称为天堂路口 童话般超凡脱俗的卢塞恩 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 岁月的悠长 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上古人类历史的文明 中世纪的教堂 塔楼 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 迪宅 以及百年老殿 长街古巷 比比皆是 卢塞恩最美的景点有 卡佩尔桥 霍夫教堂 狮子纪念碑 刘森湖畔等等 罗马为意大利首都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罗马也是古罗马和世界灿烂文化的发祥地 已有2500余年历史 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 因建成历史悠久 而被昵称为永恒之城 罗马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殿堂 在这里诞生已成长了众多的艺术人才 罗马以精美的天主教堂 精美的建筑和丰盛的食物而闻名 这座城市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先进建筑 让每个游客都惊叹不已 罗马最美的景点有罗马斗兽场 万神庙 罗马国立博物馆 罗马许愿词 真言之口等等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 15到16世纪时 佛罗伦萨是欧洲著名的艺术中心 以美术工艺品和纺织品持名全欧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 歌剧的单身地 举世文明的文化旅游圣地 市区任保持古罗马时期的格局 全市有40多个博物馆和美术馆 乌飞齐和皮梯美术馆举世文明 世界第一所美术学院 世界美术最高学府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飞升世界 意大利绘画精华 汇翠鱼齿 佛罗伦萨最美的景点有 圣母百花大教堂 圣乔凡尼礼拜堂 维奇奥王宫 米开朗奇罗广场等等 阿姆斯特丹 荷兰首都及最大城市 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奇特的城市 阿姆斯特尔河从室内流过 从而使该城市 成为欧洲内陆水运的交汇点 全市共有一百六十多条大小水道 由一千余座 桥梁相连 漫游城中 桥梁交错 核取纵横 从空中鸟汗 波光如断 壮世珠网 室内地势低于海平面一到五米 被称为北方威尼斯 阿姆斯特丹 于京乡盛放的水都 它奔放却有文艺 开放却又包容 无论是散发着清新淳朴风的 桑斯安斯风车村 还是高雅艺术殿堂的梵高博物馆 无论是漫步水坝广场 还是坐在观光游船上赏风景 无论是瞻仰奇迹存在的树木王宫 还是体会大胆前卫信博物馆 在阿姆斯特丹都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享受 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 是中欧的一座历史名城 旅游指南上无一例外地说 布达佩斯是多瑙河上的明珠 多瑙河穿城而过 造就了河中的沙洲片片 又串起了两岸各具艺术特色的庞大建筑群 这些风景中 有以国会大厦和布达佩斯王宫沿岸最美 有人往往会惊诧于它的美 用庄严、大气、辉宏 这些词来形容这里的风景 一点都不为过 布达佩斯的美在于这个城市的景点建筑 渔夫堡、国会大厦、圣尼石特万圣殿 马加石教堂、布达城堡 匈牙利国家歌剧院等等 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 苏格兰首府 这个城市就像一个万花筒 每一次旋转都是迷人的样子 爱丁堡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 这里的古迹聚集度在全欧洲名列前茅 1995年 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被联合国 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天然的景观与厚重的古典建筑相适宜 叠着座小城增添颜色 该城市处于山卵和峡谷之间 当站在爱丁堡的山上浮汉大地 河流微移流淌 建筑静静的屹立 就如同在梦里一般 这里有宏伟的历史的爱丁堡城堡 是苏格兰的精神象征 热闹而不喧哗的街边上 深找苏格兰群的街头艺人 庄严树木的折尔塔教堂等等 爱丁堡是一座充满苏格兰风情的城市 站在爱丁堡古堡放眼望去 老城里基本上都是传统建筑 几乎看不到现代化摩天大楼 城市建筑缺少鲜艳的色彩 整座城市显得厚重与庄严 巴黎是法国首都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曾被拿破仑夸赞 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灵动的塞纳河从城中流过 流过左岸的风韵和雅致 也流过右岸的西朗与繁华 浪漫之都非巴黎莫属 在巴黎可以漫步在风光无限的塞纳河边上 去爱菲尔铁塔眺望巴黎的景观 凯旋门欣赏那美丽的浮雕 卢浮宫看蒙娜丽莎的微笑 米其林餐厅品尝美味的法式大餐 这座将浪漫描绘得深入骨髓的城市 梦想中的天堂 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国的首都 和最大的城市 地势起伏 捷克的母亲河 福尔塔瓦河穿城而过 布拉格室内 拥有为数众多的各个历史时期 各种风格的建筑 其中特别以巴洛克风格 和哥特式建筑更占优势 布拉格建筑 给人整体上的观感是 建筑顶部变化特别丰富 它不仅被称之为 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也是全球第一个 整座城市被指定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市区建筑分布在 福尔塔瓦河两岸 有十几座桥梁将两岸街道 连接为一体 布拉格的建筑风格多样 并且色彩顺利夺目 在桥上举目望去 看见的是碧水 绿树 红瓦和黄墙 令人赏心悦目 布拉格最美的景点 有布拉格城堡 圣维特主教座堂 查理大桥等等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 被称作亚德里亚海明珠 它被时代杂志称为 欧洲最浪漫的城市之一 它因水而生 因水而美 因水而新 威尼斯市区 涵盖意大利东北部 雅德里亚海沿岸的 威尼斯西湖的 118个人工岛屿 和临近一个人工半岛 更有117条水道纵横交叉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 汽车通行的城市 威尼斯的风情总离不开水 蜿蜒的水象 流动的轻波 让它多了分柔情的韵味 有水却也不止水 还有徐志摩笔下忧伤的探西桥 有伟大的文艺复兴 和拜暂停式建筑 有欧洲最美的客厅 圣马可广场 有令人叹为官子的水晶玻璃工厂 还有令人沉醉其中的面具文化 上帝将眼泪留在了这里 威尼斯的美丽与柔情 无它能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给个赞与订阅 您的赞与订阅 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